美国的政治能有多恶臭 看看这个案子就知道了 在过去的两周里 美国乃至全球的舆论都被则发生在美国的强奸案震惊了 美国印第安那州一家地方媒体曾于7月1日的报道说 美国俄亥俄州的一名10岁的女童在遭到侵害并怀孕后竟然无法堕胎 因为在美国最高法院于今年6月底废除了美国宪法对于女性的堕胎权保护后 他生活的俄亥俄州便立刻禁止了堕胎 结果这名年仅10岁的强奸案受害者 只能去目前还允许强奸案受害者堕胎的印第安那州进行堕胎 随后大量美国民众媒体乃至美国总统拜登 都开始借这个案子去表达他们对于美国最高法院废除对女性堕胎权保护的强烈不满 不少中国媒体也对这一荒诞的案子进行了报道 批评着美国人权的倒退 但也有许多反对堕胎并支持美国最高法院裁决的美国保守派政客媒体和网络大V 坚持认为这名10岁女童的遭遇是虚构的 他们的理由是俄亥俄州政府的官员并没有停说过这个案子 报道此事的也只有一家印第安那州的地方媒体没有大媒体核实过 其中美国华尔街日报还专门撰写了一篇社评 抨击拜登用一个未经证实的故事去煽动民众支持堕胎 不过就像耿直哥7月14日时在这篇文章大型涉辞现场 这家著名大媒体没脸见人了里给大家介绍的那样 华尔街日报等认为此案是假消息的美国保守派势力 最后反而被事实打了脸 这名10岁女童被强奸且无法在俄亥俄州堕胎的事情 不仅属实强奸她的嫌犯也已经被捕并选择认罪 这也得到了俄亥俄州基层执法部门的确认 而俄亥俄州州政府的官员之所以没听说 是因为这个嫌犯是本州才被逮捕的 可让人吃惊的是 美国的保守派政治势力虽然现在也承认了这一事实 但他们并没有就之前咬定女童的遭遇是虚构的言论而向她道歉 他们反而还打算迫害帮女童进行了堕胎手术 并向媒体捅破了此时的医生 比如美国福克斯新闻这家保守派势力的喉舌媒体 就在女童被强奸案的真实性被证实后 立刻在其新闻节目中把矛头指向了帮女童进行堕胎手术的医生 质问她的这种做法算不算违法是否应该被捕 福克斯新闻甚至还将这名医生的照片和名字都贴了出来 即便这可能令她直接陷入被网络暴力的风险之中 不仅如此 福克斯新闻随后还采访了这名医生所在的印第安纳州的总检察长托德·罗基塔 这名同样属于保守派阵营的官员当即对福克斯新闻表示 他会详细调查这个医生有没有存在违法违规的行为 特别是他是不是没有依法及时向官方上报这起儿童性侵案件的情况 不过那名医生并没有被这些保守派势力要对他实施的政治和舆论迫害下道 反而是通过律师表示自己的一切程序都是依法进行的 并且都进行了报备 他更表示自己正在考虑要不要对印第安纳州的总检察长罗基塔提出民事诉讼 告他诽谤自己 更尴尬的是就在福克斯新闻网和印第安纳州的保守派官员威胁对那名医生进行舆论迫害时 一家福克斯新闻网下属的印第安纳州地方媒体FOX59反而通过正规渠道从官方那里获得了那名医生依法上报了此案的记录 并将这些记录公布了出来 有网民因此吐槽说 看来小地方的福克斯电视台反而要比福克斯的国家台更负责 不过对医生进行迫害 这是美国保守派势力在女童性侵案被措施后 妄图把舆论带偏的其中一个套路 他们的另一个套路是将事情的主要矛盾 从女童无法堕胎转移到非法移民 这个保守派更擅长操弄的话题上 因为当地警方称强奸女童的这个嫌疑人其实是一个非法移民 比如曾经一口咬定女童被性侵的案子是谎言的美国共和党籍保守派政客吉姆乔丹 就在此案的真实性被证实后 立刻开始拿着性侵女童的人是个非法移民给自己进行辩解和招补 却没有任何要给受害女童道歉的意思 他甚至还责怪起了媒体 称媒体隐瞒了嫌疑人士非法移民的情况 从目前美国社交网络上的舆情来看 他这种用非法移民的问题去转移堕胎问题 甚至跑去责怪媒体的套路确实很奏效 由此看来 这个原本令美国颜面无存的十岁女孩在遭到性侵后堕胎无门 不得不去外地求助的案子恐怕要不了多久 就会被这些很喜欢标榜自己爱国的美国保守派势力 变成一个非法移民破坏美国安定团结的案子了